我不是詹姆斯,不是伦纳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说 如果你做不成詹姆斯,那就去做迪隆·布鲁克斯 如果要评选NBA话题最多的球员,迪隆一定榜上有名 如果说演员有反派,那迪隆一定是这个联盟最著名的专业反派 废掉小佩顿让科尔累撒发布会 西化曾经的功勋麦克·康里 让主队球迷也对自己唏嘘,家暴自己的模特女友出轨,背包变性人的班比娜 和迪隆张扬个性相反的是他对待自己的态度 高中奇迹无名的他不但安小,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胖子 因为他的防守态度,才让俄勒刚注意到把他带进了NCAA 大一时体制率17%的他,也只是个12校联盟中的小角色 从此他决定改变自己,整天泡在健身房 球场上和贝弗利一样的疯狗撕咬 一年时间,他的体质降到了7% 同时也踏上了NB 作为二轮45顺位的球员 一致三年381万美元的合同 十分匹配他的身价 时任灰熊的助教告诉他 你想要立足就要做好防守 他不但听进去了,而且做得更好 相比于格林·贝弗利甚至是坏孩子军团的前辈们 迪隆成功的让整个联盟与他为敌 甚至是自家的球迷 他怒喷不出宫的一个达拉 在场上缠斗39岁的詹姆斯 欧文拒绝与他交换球衣 甚至连一向温雅的克莱 都拿着四枚冠军手指嘲讽他 还奉献出了世界名画克莱遛狗 迪隆不但没有收敛 詹姆斯库里东西齐 每个超巨都受到我迪隆的特殊照顾 就连远在大洋比岸的CBA都被他嘲讽是垃圾联赛 就这样一个专业反派 灰雄在他的带动下 年轻人迅速成长成为联盟禁律 他改变了火箭的防守气质 新赛季一飞冲天 更是在世界杯上锁死东西齐 淘汰斯洛文尼亚 面对美国砍死39的高分 一个次伦45岁位的小角色 哪怕与世界为敌 哪怕仅仅收获过一个最佳防守二阵 但一纸八千万的合同 还有詹姆斯嘴里 他值得这份薪资 已经让迪隆这个小角色 在联盟站稳的脚跟 现在新赛季的NB刚刚热完身 迪隆也仅仅27岁 他的职业反派之路 也才刚刚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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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